欢迎大家收看小火箭频道 今集内容十分重要 平时看这么多新闻 有些新闻就说政府监管 有些新闻就说 有些名人出来说这些Bitcoin欺骗人 听到心都寒暖 究竟怎样可以增强自己的意志力 或者哪些新闻是重要 哪些新闻不重要 由于我 一个投资在Bitcoin 都有几年时间的人士 看了很多新闻 也经过这么多经历起起跌跌之下 我相信我说的资讯 是比较全面一点的 那立刻开播 究竟哪11类新闻 在Bitcoin里面经常都听到的呢 那我马上看看 其实我不用我说了 我现在也是一个 我不想只是说的形式 只是说的形式很烂门 而且你们都不能够 思考完再内化 再消化 再熟于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小火箭 我都听过很多新闻的 我都听过政府监管 现在香港政府监管又来了 而且呢 又说那个交易所 最近都好像没有什么 即以前的交易所被人偷钱 很麻烦 日本有间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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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S 那间被人盗用了 盗用了很多比特币 还有很多资讯 有些名人走出来说 说Bitcoin验人 耶论有什么 究竟这些资讯 是否重要的 那我就将这些 这些新闻分成十一类 而这十一类 哪些是重要 哪些不重要呢 我们就由比较没有重要的 排列排出来 排到最后那些 可能最后那些 就被高级会员 Patreon的朋友去听 那就会 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现在事不宜时 立刻开播了 第一个不用说了 刚才说了 我觉得最认为就是 有些名人出来说话 包括一些财长 包括一些商业界巨头 或者是Bill Gates 或者是巴菲特 出来说话 这些是最无能力 也都不需要理会 因为不会实质影响到 那个Bitcoin的终极价值 也都未必会影响到 对Bitcoin有信仰的人 只是影响到中间派的人 那么中间派 随着时间过去 其实都很容易去 就是最后的结果 不会受着这些人说话 而改变 如果不是出口迅 成功的话 这个世界 不用做事 只说话都会实行到成功的 所以 第一件事 我觉得明人评论 是最没有说服力的 包括这些 末日博士 鲁斌尼 这些都是比较 可能他说的时候 都有些立场 因为他自己可能是一个基金的投资者 或者基金管理人 他拥有一大量的股票 如果那个人去买Bitcoin 对他自己都不利 也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持有 这些Bitcoin 他说而已 所以他说Bitcoin 不是资产 升势都因为市场控制 都是垃圾 都是一些无中生有的东西 所以第一件事 不需要理会这些名人的评论 这是第一件事 Bill Gates多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或者每一个人的背景 想法都不同 很正常 就是有这些想法的时候 Bitcoin才可以生存到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最后谁会胜利 就没人会知道 但是 看看这个时代的大趋势 这个时代的窮流 又不能改变 到最后时间 就会证明一切 现在 随着很多的机构进入 或者很多的政府 都相计买入的话 就可能会有影响 那再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明家买卖 这个就是用脚头票最诚实 第二种新闻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开始重要了 就是 他们真的 可能是一些明星 或者一些商业巨头 我听过有个叫做 麦阿菲 那个 防毒软件的人 入很多Bitcoin 然后他说 到了2025年 他就吃自己哪里 你自己想吃哪里 那这些买入 其实也是一个指标 但是 名人而已 不是一个 不是代表一群人 也不是代表政府 所以说服务也不是很大 所以听一听都可以 也算了 也有些人说 嗯 就是玩了股票 再和最上好的股票 其实也有个利益冲突 所以 这些都可以 不是很严重的 再来 就像刚才所说的 喂 小火之后 把Bitcoin放在平台上 最后被人偷了 这些事要糟糕了吧 想清楚一样东西 每一样东西 创造出来的时候 比如说美金 也好 都是忠诚 但是那些人怎么用 或者那些人怎么去谋 这就是跟Bitcoin似的 而Bitcoin内在的核心技术 和Blockchain的技术 是没有被破坏到的时候 被人偷这些交易所 都只是因为一些IT上的问题 或者一些保安上的问题 我那时候的Bitcoin保安 和交易所保安是两回事的 交易所保安是弱很多的 因为始终都是 放一些伺服器 或者放一些 一些私人机构 始终的保安是 不会够一个 全世界所运用的 算力去保护的Bitcoin 那么厉害 所以这些交易所被导 都我觉得 喂 通常这些新闻 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经历太多 2016年 2017年到现在 你刚刚听很害怕我 不是吧 那就是骗人的 很多人都会觉得骗人 我爸妈第一个人 我那些朋友都第一句说 哇 骗人的 被人偷 他不明白什么叫做Bitcoin 放入交易所 也不明白 什么叫做Bitcoin 交易所 但其实有少少买股票经验 都知道什么叫做 放入股票行 但是这个股票 没得拿回家 那现在再继续 我们稍后会说到 我会说六个左右 之后就会去Patreon 听 希望改听众 如果想继续听下去的话 那之后 再继续落落消货之后 这些我都不太顶得顺 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就是一些 大家想想 又是监管的问题 市民最害怕的了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第一句说 那Bitcoin 坐大了Bitcoin 政府就管了 是有一堆人 是会因为政府的监管而不玩 亦都会有一堆人觉得 政府监管是一个权威 但是他没有想过 Bitcoin最后 就是终极的目标意义 就是平民一起反起来 那就是说 政府是否监管和那些人玩 是有影响的 就是也是一个 令到市场急错的原因 尤其是一些大的国家 例如美国和中国 那时中国一监管 哇 跌到趴在那儿 好像是赢了七年 你就会害怕 但是其实对那个市场 是有少许冲击 但是终极那个 Bitcoin的技术 澳大利亦都没有影响到 只是把平台 或者只是那些资金 流向另一个国家 那这个政府监管是可圈可点 他们现在很难做的原因 就是我小伙主 全世界一起按就行了 全世界怎样按呢 我想问 如果我有一部电脑可以挖矿 我犯哪条法例呢 如果真的犯条法的话 我去一个没犯法的地方 又行不行呢 我用软件上网 VPM 或者用一些 我留想外国的网站 去购买Bitcoin 又是算不算法法 用这些Visa卡 或者用其他付款方式 这些是很难的监管的 除非全世界一起 用这个 不准开给那个交易所 但是始终有一堆人 就像那些收购旧楼 发展商就用一个很低质的价钱 跟你说 不过自己是跟一个说 很好 每个人都出卖你 你都机会大 那就是全世界一起合乏 去做低这个Bitcoin 只要一个人不妥协 他自己去做 例如日本 他都吃很多 如果真的 如果Bitcoin真的发了 他就会再掃了 所以政府监管又麻烦 承认他又不行 承认他那些 市民都欢迎他买的 不理他又座大 管他又 例如收据税 做生意的时候 那收据税 就是正当的货币吗 所以政府监管也很难 而且也对这个 真正的Bitcoin的技术 没有影响到的 下一个就越来越重要了 就是证明这个虚币的市场 和真实的市场接轨的一些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政府监管 如果政府真的开始监管 其实可能 监管未必是禁止的 监管可能是部分接受的 用一些特定的平台才能用得 那就是说 慢慢和这个社会接轨 承认Bitcoin的机会就越来越大 包括什么呢 真的有些公司就发行货币出来 这些说了 就是大型的公司发行虚币 那这个呢 Libra是胎死腹中的 Facebook币 那也都有个叫做 Telegram币 那最后 那这些 如果这些大型的公司 都开始发行虚拟货币 也都会带动到Bitcoin的走势 那这个也是向好的 但是相反 如果突然停止了这些计划 也会很影响到Bitcoin的走势 就是说和这个社会 还有一段时间才能接轨的话 那令到它那个价值也会有所影响 对一些投资者的信心也会打击到 那Bitcoin的价格就会跌了 那最后就是说完这个 送给大家的 留下5个就在Patreon再继续说了 那刚才说的 哇 无论是这些大型公司 Facebook 那都是说科技 科技股 或者那些亚马逊 亚马逊 亚马逊 我之前听过 那次也有听过 那就是大型公司开始发行虚拟货币 都还没最承认的 始终是想 取代Bitcoin 或者想 不要被Bitcoin做大 我们也有政府币 或者公司币 但是最重要就是 公司也买入一些虚拟 作为一个背书 或者backup 喂 你的Facebook币呢 都不太你自己说 不知道背后是什么 是美金 还是虚拟货币 还是什么 我要 要一些大型公司 真的用真金白银 换这个虚拟货币 就像Tesla 全世界第一间公司 承认自己用15亿美金 买的Bitcoin 就是这间Tesla 其他也有买 不过就没那么承认 它现在暂时 不是很露眠 好像Coinbase 有出过一些报告 说有几间上市公司 都买了Bitcoin做储备 但不敢说出来 所以免得罪人 或者得罪政监去查他 那我留下 等下 留下1至5个 我就在Patreon 继续去分享 因为镜条片太长了 和想对Patreon付款的朋友 更公平 我就在Patreon继续说 只要你肯付出每日2元 凍饮价 我就会继续分享一些 十分有用的比特币资讯 Bitcoin 或者ETF 或者是按揭 我都会回复大家 有些人甚至乎有些很奇怪的问题 昨天都很欢迎大家去加入Patreon 昨天都有一群朋友 早点加入Patreon 就早点知道一些特别的信息 例如说 什么时候出市 什么时候入市 虽然我未必一定准的 但我都会给一个指引大家 恐慌指数现在去到多少 或者是根据历史角度来说 现在是一个高位还是低位 我最近都做了少少的资料收集 大家看看这个图 还有很多东西想说 就是说最近有些人说 小科资的收息又怎么怎么怎么 杠杆又怎么怎么 我看到Bitcoin 很多玩法 又说有这些收息工具 又说有杠杆合约 什么什么 或者是挖矿的合约 知不支持我去玩 我说这里有些以太弊 因为昨天有个读者很痛苦 因为我自己也试过 2017年 裁了一些挖矿合约 所以我也想在频道上跟大家说 哪些东西好买 哪些东西不好买 就算买都会买多少 还有很多朋友 有个叫做 在Patreon里面 我也会详细回答 我未必会在YouTube里面回答 因为有很多人问 我就会先在Patreon里面回答问题 因为都 时间所限 尽量帮一些有心的朋友 这个1inch 那个Airdrop 我就没有玩 不过我也有少少研究 他说完之后 他就赚了很多钱 很恭喜他 但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 究竟现在是否是熊市还是牛市 究竟根据历史角度来说 我们什么时候走货 我都做了少少资料搜集的 就是当虚币去到多少% 升得多少 或者比特币升得多少的时候 隔多久要离场呢 这个其实都很值得大家去加入Patreon 原因就是因为 你只要用这么少钱 就得到一个 一个时尚留意Bitcoin的人 去给你一个资讯 就算你听到的讯息 如果你找到这些资讯 没有找都不容易的 还有香港说Bitcoin的频道就不多 那我想表达就是 这一点就是 如果帮到你出入市 其实这个价已经值得了 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这个 这条 100美元一个月 每个月的1号就过数 欢迎各位 加入 如果你们真的想加入 就差不多要加入 3月1号 现在加入是最划算的 或者好像是美国时间的 如果你们真的想加入更安全 就在3月2号开始加入的话 就会看到我之前的影片之外 未来也会看到一些 最新的独家特别的影片 那我们有缘再见 我们在Patreon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